我们这节课呢 将给大家讲解的是 我们这个After Effects CC 有关于素材导入它的一个方法 首先呢 我们这一看 我们打开我们的这个After CC 我们看一下 我们在这里呢 直接给它关掉就可以了 我们通过上节课的讲解呢 我们大家就是通过这个文件这里啊 选择新建项目 或者新建这个Photoshop文件 或者新建这个CMST的这个文件 在我们的这个工程的这个 在我们的这个整体电脑的这个桌面上啊 会有两个创建好的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呢 我们第一开始选择的是新建 这里啊 直接去创建的这个Photoshop文件 所以说呢 在这个项目窗口这里呢 就会有一个PSD一个工程文件 那如果说对于一个新的一个项目的话 如何将这个素材 再给它导入到我们的这个AE中呢 我们看一下 首先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 就是说 如果我们现在这个整体的 它的这个软件啊 它的一个工作面板 是一个最大化显示的 我们可以将这个 鼠标组件点选 最上面的这一排 这个空白的地方 按住鼠标组件不放 向下拉 那这样的话 可以对于这个素材 它整体 对于我们的这个软件 它整体工作界面呢 可以给它做一个调整 然后呢 我们将这个文件呢 一个是PSD的文件 还有一个是CMST的文件 给它拖转到我们的这个项目窗口下方 那这样的话 我们会发现 我们会快速的将我们的这个素材呢 可以给它调入到这个项目窗口这里 然后呢 如何去实现我们这个素材 它的一个这个预览呢 我们可以对这个素材呢 可以给它做一个双击 双击的话 我们可以实现对这个素材呢 最大化的一个预览 那如果不是双击呢 只是鼠标组件点选它呢 我们注意看 在这里呢 会有一个这个素材 它的这个基本的一个信息 最上方呢 是它的名称 然后再往下呢 是1920x1080 也就是它的一个画幅的一个大小 然后再往这边呢 这个呢 是它的1.0 这是我们的这个每一个像素 每一个像素点 也就是说在这里 我们注意看 每一个像素点 对应它的一个这个宽高的一个比值 那如果宽高是一样的话 就说明每一个像素呢 都是都是一个正方形 如果是正方形的话 它的宽高比值呢 是1.0 所以说呢 这也应该是一个方形像素的一个素材 它是这样的 那还呢 就是对于其他的一些这个素材 该怎么去导入呢 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呢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呢 可以在这个项目窗口这里呢 按一下键盘上的这个 按一下鼠标左键 也就是双击一下 鼠标左键 看一下 可以调入我们的这个素材 导入的一个窗口 或者说呢 我们也可以按键盘上的 Ctrl加I键 也可以打开 Ctrl加I 还有呢 就是我们在选择文件这里 选择这个 导入文件 也可以 也可以 这个导入文件的一般情况下 在这个项目文件这里呢 它的一个这个 命令一般情况下 在这个项目窗口这里 我们单击鼠标右键都会有啊 我们注意看 导入文件 我们注意看键盘快捷键 Ctrl加I 好了 我们在这里呢 按一下键盘上的 看键快捷键 Ctrl加I 我们到我们的这个 ACC的交通素材 技术素材里面 我们可以看一下 在这里呢 会有一个这个 所有的这个文件 它的一个这个预览 这个预览呢 就是说但凡是我们AE可以打开的文件 在这里呢 都会有一个锁略图 所以说呢 在这里呢 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选项 就是所有可接受的文件 那么刚才说了 但凡是AE可以打开的 都会在这里有锁略图 那如果AE打不开的这个文件呢 在这里呢 就不会显示出来 那如何将AE打不开的这个文件呢 也可以给它显示出来呢 我们在这里看一下 在这里呢 有一个选项 就是所有文件 所有文件 但凡是AE打不开的文件 也可以在这个面板这里去显示 这是所有文件 一般情况下 在这里呢 我们选择的是这个 所有可接受的文件 也就是AE可以打开的文件 看来就是 有些人呢 可以对于我们的这个素材呢 他希望有一个过滤 就是说呢 其他文件的这个素材 我都不需要 我只需要有一个GPG的一个图片 在这里去显示出来就可以了 那好 我们在这里直接去选择 GPG的这张图片 这个文本 文本样式 我们注意看文件样式 那这样的话 在AE中呢 他会对其他这个素材 可以呢 给它做一个过滤啊 那首先呢 我们可以选择这个文件 选择单张文件 然后选择导入这个文件呢 就会被导入在我们的这个 项目窗口这里 那还呢 就是我们也可以将这两个文件 同时给它在空白地方 按住鼠标左键 给它框选中 然后呢 给它选择导入就可以了 导入就可以了 但是我们现在选择 单张图片的时候 尤其是我们在选择 这一张图片的时候呢 我们在下方呢 会有一个GPG的一个序列 所谓序列呢 其实就是多张连续的这个 记住啊 一定是连续 多张连续的这个图片 组成了一个动态的一个 这个图片 组成了一个动态的一个 这个视频 它是有时间长度的 所以说呢 它是一个视频的 但是呢 我们现在导入的这张图片呢 它只是一张单张的图片 所以说呢 在这个GPG序列的这里呢 我给它勾选和不勾选 没有任何意义 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第二张相似的图片 或者说名称上面 带有连续排列的 这种形式的这种图片 所以说 我们在这里 直接点选第一个文件 选择它 然后选择打开 那这样的话 这个文件导入进来了以后呢 紧接着在这里呢 会显示这个文件 它的一个这个名称 还有它的这个画幅比例 我们对于这个文件 在这个文件的上方呢 双击一下 我们也可以对这个素材呢 可以给它做一个这个预览 我们现在看到的 就是我们现在对应的这个图片 它的这个 对应这个文件 它的一个 整体的一个最大化的 一个显示的一个小光 还有呢 就是我们注意看 在这里呢 我们也可以将这个PNG序列 PNG序列 PNG序列给它导入进来 我们双击一下 我们看一下 我们注意看这个序列串呢 我们先看一下 它之所以被称为序列呢 首先它的这个文件的 整体的这个动态的这个演示 它是一张一张图片的一个截图 我们注意看 都是连续的画面 这个呢 我们称之为序列 还能就是 它的这个序列的这个名称啊 它是一字排开的 就是比如说1 第一个呢 是0 再往后呢 是01020304 它是这样一字排开的 那如果我们要对这个素材呢 给它整体给它导入进来呢 而且呢 看起来呢 又是一个动画的话 首先呢 就不是我们在这里呢 给它按住视频的键 我们注意看 这样子给它加选 可以全部给它选中 它不是这样 直接给它导入进来 如果是按这种方法 直接导入进来的话 它在这里呢 显示呢 就是一张一张图片 在这里呢 在这个项目窗口 这样呢 会有一个连续的一个排列 但是在这里呢 我们只需要 将它的这个动态效果 呈现出 呈现成一个文件 可以它显示出来就可以了 然后在这里呢 我们选择第一个文件 将这个PNG序列呢 我们注意看 它但凡是 它是PNG序列的话 在这里呢 会有一个这个 连续的一个 PNG序列的一个选项 它会默认的给它打开 如果没有打开的话 我们在这里 给它勾选上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选择这个导入 我们注意看 我们现在导入这个文件 虽然是一个连续的 序列上 但是它并不是在 我们的这个项目 项目窗口下方 一个一个给它拍开的 而是整体呢 给它缩成了一个文件 一个文件 我们鼠标 总间去点选这个文件的时候 我们注意看 在这里呢 会有一个这个1.0 还有1920x1.080 这是这个文件 它的一个大小 然后再往下的这里呢 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信息 就是它的这个04.06 这个04呢 其实就是它的秒 6呢 就是帧 有关于帧的概念呢 我们放在后面 再给大家做一个讲解 大家先灌一下 耳音就可以了 然后再往后呢 这里呢 是它的这个帧速率 也就是 但凡是视频的话 它都会牵扯到 一个帧速率的问题 那说到帧速率呢 又牵扯到帧了 所以说我们也是 放到后面再说 这是它的这个视频的 一个这个信息 我们对于这个素材呢 也可以双击一下 我们注意看 这个文件呢 跟刚才那张 那张GPG的这个文件 我们注意看 会有什么不同呢 首先呢 GPG的这张图片 它是一张静态的图片 它没有时间长度 所以说也就没有时间线 那如果说 我们双击这个动态的 训练串呢 它是一个动态的一个 但有时间长度的 一个素材 所以说呢 在下方呢 会有一个时间轴 我们注意看一下 我们可以注意看 我们在这个时间轴上面呢 会有一个播放的一个指针 我们按住数量左键 不放点选 这个黄色的指针 左右去波动的时候 会发现 这是一个动态的一个素材 就导入进来了 那像类似于这种 PNG的这个序列 它为什么会有 这种素材格式呢 首先我们这个 PNG的序列 这个素材格式呢 它可以导入进来 这个背景是透显的 这个文件 还就是它所占的 这个内存的比较小 还有一些 带有一些 这个通道信息什么的 都可以为我们的 AE的这个工程 所使用 这是一个连续的 动态的序列串 好了 这里就是我们的 这个AE中 有关于这个素材 导入的几种方法 还有就是一些 这个格式这一块 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的视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